大家好 蓝色麥董的海边史巴克 大家好 我是海洋博物制作者李承如 刚刚前两集 Walker已经跟我们分享在潮间带 我们可以在石屠的环境 再来就是在潮池的环境观察 所谓的围观的生物 再來我們會看到桃尖帶到會有很多顆石頭 當我們把這個石頭找盡意義的翻開之後 又發現又有另外一番天地 請沃哥來跟我們分享說 石頭後面到底住的哪些奇怪的小寶貝們 好在桃尖帶其實蘇勒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草池裡面 然後草池裡面的蘇勒剛剛講到的岩壁上有很多生物之外 草池底下常常會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石頭 然後如果你們把這個石頭慢慢的拿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到岩石底下其實是住的非常非常多生物的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比起岩石的表面容易受到浪啊陽光啊 或者是直接外在作用的影響 底部的環境相較之下是一個比較陰暗穩定 而且不太會受到外在干擾的一個環境 所以很多小生物就喜歡住在比較陰暗的穩定的這個岩石底下 好那我們看到這個圖卡 其實裡面有看到有一個螃蟹是蠻大隻的 我們在朝現代就蠻容易看到的 那可以請沃克呢幫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說這個螃蟹到底是什麼螃蟹 好你們剛剛看到的這個畫面 其實是已經放大過非常非常多倍了 其實上呢剛剛講的大螃蟹呢 其實它大概體長的也大概只有兩三公分而已 好然後而且順便要再糾正一下 這個不是螃蟹 這個呢我們會稱它叫做磁蟹 磁器的磁磁蟹 磁蟹呢是一群長的非常像螃蟹 然後體型扁扁的方便在淹室底下轉來轉去的 但是它不是螃蟹 它是屬於異尾類的甲殼類 它反而比較跟寄居蟹比較有親戚關係 它跟螃蟹有不一樣的地方是螃蟹的觸角通常都退化了 變成非常非常小的兩隻 但是磁蟹你會看到它有很長很長的觸角 然後它可以用這個觸角呢去探知周遭的一些環境的動作 然後磁蟹呢剛有提到它的那個體型很扁 所以它非常喜歡在這個淹室底下 自由自在地跑來跑去 而它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它們就會到稍微開闊的地方 然後它們會伸出它們的捕觸手 它們的捕食出觸手 然後它們觸手是長得像羽毛狀 所以它們可以在水裡面去去收集這些水中的浮游生物來吃 所以呢雖然它住在淹室底下 但是它是以外面的浮游生物為主食 所以它不是這樣一般的旁邊 就是趴在那邊趴趴趴趴趴 它反而去擋 對它是抓水中裡的浮游生物來吃 那我們另外有發現到啊 就是在這個湖頭後面的生物好像都特別扁 對我剛剛有提到說 像是這個磁蟹呢 它為了吸引這個環境把身體變得很扁 像其他的啊 像是這個活食別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型動物呢 它們甚至都把自己身體變得很扁 所以可以在這種環境下穿梭制度 有一些附著生物呢 就像我們剛剛就在這個畫面 左下角這個紅紅的這個部分呢 它是面頸蟹胎蟲 它是一種胎腺蟲類 你會發現到說呢 它是沿著石頭的底型長的 它整體的蟲蟲草呢 也是長得扁扁的 所以呢它這樣就比較不容易 就是環境有什麼變動 它就會容易受到影響 因為它可以沿著地型慢慢的長 然後呢 它平常就是都會把蟲體縮著 直到呢就是有潮水來的時候呢 它才會生出它紅紅的蟲的那個 對觸手去抓水中的浮游生物來吃 那我們在這個 剛剛說在潮池的池頭上觀察了之後啊 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到的地方嗎 通常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紙底下呢 通常都會是 跟剛剛的 的 超級獅子裡的眼筆也很像 我們可以看到底下有附著什麼生物 就像呢 我們這個岩石底下呢 常常可以看到這個白色一點一點的 一點的東西 這個呢就是所謂的一些的一些小 小生物 它們叫做有孔又懸蟲 它是一種小型小型的多毛類 這種生物呢 其實它附近呢 常常就會出現這個 有時候會看到這個橘色一點一點的 一點的東西 它們緩緩的在爬動 很多人其實到時候就沒有注意到它們 但是它們其實是一種非常非常小型的海闊魚 它叫做貓瓦西海闊魚 這個大概在每年的春夏交集的時候呢 它們數量會特別特別的多 然後會出現在這個 幼懸蟲的這個蒟蒻上面 去吃它們的這個環境 所以呢 大致上就是 你如果要去找這種 岩石西亞的小動物呢 你首先就是要先找到特定的一些 小的那個故作生物 然後再來呢 就可以找到吃它們的這些掠食者 了解 如果大家就注意到貓瓦西海闊魚的時候 說它們動來動去的層體之外 有時候你會看到說岩石上面呢 它會有一粒一粒的這個小小的卵 這個就是它們的卵團 然後 它們跟很多海闊魚不一樣 是不會產像那種像花瓣一樣的卵 它們呢 每一顆卵都很大 而且呢 它們孵出來後 直接就是一隻能夠動來動去的層體 所以不像很多海闊魚 它們小時候會經過一個 飄來飄去的浮游期 它們是一出來 就是一隻能夠 滑來爬去的一隻層體 是蠻對不去的一個現象 好啊 那記得沃克的分享 那這邊我們要再特別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那個 潮池的顏值觀察的時候 我們喜歡把它翻起來看 那很多人呢 看完之後呢 就把它往下丟了 那其實這樣對這個環境 跟這個氣力其實不太好的 是的 那有什麼建議嗎 是的 因為呢 這個剛剛都知道說 如果要看這些生物的話 我們都要把石頭翻起來 看這些底下生物 但是呢 大家在看完之後呢 務必呢 請將石頭輕輕的放回去 因為呢 這些生物呢 剛剛有提到 它們就是因為 喜歡這些安靜穩定又陰暗的環境 所以呢我們就要把這個環境給它復原 這樣子呢 它才不會容易受到歪節的干擾 變成一個不太不適應的環境 然後當然 放回去的時候 也不是這樣 砰 一聲就這樣把它發下去 把他們壓死 而是呢慢慢的把它揮回到原狀 這樣才是對他們最好的方法 那謝謝沃克幫我們分享 關於桃間帶的圍觀生物 跟它的環境 那再來呢 我們會帶著大家慢慢的 往生的地方去看 到底還有哪些圍觀的環境 跟生物等待著我們去發掘 那我們就一起往生走吧